柯文哲完全被邊緣化 對國民黨也不好 最想把柯文哲邊緣化的是 最似比例 他來自綠的票 遠超過來自藍的票 他們如果真的被激怒跑掉了 要不要投綠贏啊 要不要投給賴清德耶 我們看有份民調 他說他大概將近6%左右 投給柯文哲的 鋪天蓋地去打柯文哲 鋪天蓋地打趙少康 不能是一種對立的關係 因為你越對立 那票就留不回來 對 敵意越高 你只會把票往賴清德那邊 我有仇恨職啊 友達以上 戀人未滿 戀人未滿 他對賴清德加分非常有限 趙少康跟韓國瑜 對侯友宜真的是超級不同 那更不要說 這兩個人還有趙勢的能力 賴清德真的常常講錯話 焦躁會寫在臉上 他這個藏不住 小美琪拉不住他啦 我問一下亮哥 所以柯文哲會不會邊緣化嗎 我跟你講 柯文哲完全被邊緣化 對國民黨也不好 因為柯文哲的血民結構 從綠來的比較多啦 這國民黨真的要想清楚 你不要以為這個是 宋楚瑜跟連戰在棄保啊 宋楚瑜跟連戰的票是同源耶 對啦 對啦 柯文哲不是啦 柯文哲我跟你講 最想把柯文哲邊緣化的是民進黨 所以我跟你保證啦 因為最近是因為藍白破的怨氣啦 現在還有很多藍的在罵柯文哲 可是真的到一個禮拜之後 你會看到都是民進黨在罵 所以你覺得柯文哲最好差的 能夠是15%到20% 這樣是最好的 我不知道 因為那個要從經驗值去算 這個你要從歷次的民調 未來會做很多民調嘛 那你就去算 柯文哲的選票的來源 是什麼結構 那他降到什麼比例的時候 剛好對你是最似比例 我們現在不能預測啦 可是我 我對民眾黨的了解是 他來自綠的票 遠超過來自藍的票 因為你要知道他的選票 大部分是20到40% 綠票大概三成到四成嘛 而且20到40歲 本來國民黨就少啦 對 他們如果真的被激怒跑掉了 搞不好投綠營啊 搞不好投給賴清德 我剛剛有份民調 他說國民黨的支持者 就本身他是屬於比較偏藍的 那目前有大概八成三 是投給侯友宜嘛 還有大概將近6%左右 是投給柯文哲的 OK 還有6%左右 那能夠讓這個6%能夠翻過來 這個真的要細算 這個年紀比較輕的 對 看有沒有機會把它洗回來 真的要細算 我跟你講 我跟你保證民進黨一定 鋪天蓋地去打柯文哲 那因為侯友宜不好打 他們是鋪天蓋地打趙少康 就是這樣 這個策略其實 他們兩個講的都很清楚啊 國民黨現在的發言人 比較回神過來 天天還在打柯文哲 跟打郭彈鳴 我聽了就暈倒 搞醜方向了對不對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說 跟柯文哲之間的關係 不能是一種對立的關係 因為你越對立 那票都留不回來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敵意越高 那你只會把票 往賴金閣那邊塞 會有酬恩值 對啊 那這個比如說 邵康兄講說要把柯文哲 打到20% 你想說如果你是民眾黨的支持者 你會什麼感覺 我就給你25%給你看對不對 所以這很麻煩 會 而且你看那個政黨支持度 民眾黨始終挺在20%以上 這是一個蠻厲害的 所以就是說盡量把這個對象 你不一定說他冷帶 我是覺得說要在 應該怎麼講 要在友達以上恋人不吉 恋人未滿 恋人未滿 我知道這個很難 但是國民黨的態度 要去創造這種某種的空間 是不是有點像去年 跟台北市長選戰一樣 對當時既然台北市長選戰 我就跟他們講就是說 拼命打陳時中 對這個黃珊珊消遣就好了 不用話太大 不講話也沒怎麼打黃珊珊 沒有打 頂多一些零星交火 那當然也起不來 那就是比較重的 就是小英的女孩 那個比較重的 其他的都還好 但是小英的女孩 為什麼是對什麼 是鞏固這個黃珊珊的綠營選票 對啊很多綠選票 她是小英的女孩 那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要這個 氣黃珊珊去保陳時中呢 對不對 所以那一招是 讓藍票回來 但是讓綠票不會走 所以 對 這個你要去操作 這種小英的女孩的 那一個戰術 對戰術 然後她 10月跟9月 民眾黨的政黨支持度都是17 那11月跳到25 我覺得這個有點不可思議 就是一個月政黨的支持度增加8% 這個因為坦白講那個時候 綠營會不會有一些互動策略 因為 所以賴清德會偏低 所以 因為那個時候是一種 藍白還想合的狀態 對 那破局之後 藍營歸隊那時候完全不一樣 所以那個時候 搞不好藍營還對科 有比較友善的看法 然後 然後可能綠營會給你加水加加位數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選 那個確定登記之後會比較準確 那當然就是說 一開始就是人家說會不會是慶祝行情 可是慶祝行情也是有意義 因為就只有國民黨有 那為什麼民進黨跟民眾黨沒有慶祝行情 對不對 那就表示 尤其美德沛居然沒有慶祝行情 表示他的組合有得分嘛 不是 蕭美琴我講白了啦 蕭美琴當然是一個很善良 了解台美關係的人 可是 他對賴清德加分非常有限 因為 了解台美關係的 專門研究兩岸的人不是多數 所以 你說蕭美琴可以穩住賴清德的 美國人會擔心他說錯話 幹嘛幹嘛 這個是屬於高層政治 這個不是群眾效應 對 我們現在要看的是群眾效應 那群眾效應 趙少康跟那個韓國瑜對侯友宜 真的是超級互補 那更不要說這兩個人還有趙氏的能力 蕭美琴也不是趙氏型的人 可是會不會中間選民就覺得他形象好啊 那就讓蕭美琴當總統啊 我覺得蕭美琴比賴清德更像總統啊 這個 沒有 因為蕭美琴我們也認識他啦 他長期就是那個樣子 就是 比較 溫和 然後講話 會比較面面俱到啦 不會偏激啦 等等 那 他對 台北關係處理 大家也覺得他貢獻良多嘛 這是事實啊 那 問題是 大家是在選賴清德啊 那賴清德真正常常講錯話 我覺得賴清德的焦躁會寫在臉上 他這個藏不住 所以他看到這個民調 他真的可能又更容易犯錯 所以我認為未來啊 你可能就會看到賴清德在抗中保台方面 走得更遠啊 蕭美琴拉不住他啦 因為沒有人在看 副手在講話的 大概例外就是趙奧康啦 因為趙奧康這方面的能力 太強大了 太強大了 那 這個 賴清很難 會有超過賴清德的發言 我覺得不容易啦 那 可是賴清德很容易說錯話 然後他的焦躁會逐漸 表露在群眾造勢上 所以這個就是 因為侯友宜這個人比較客氣老實啊 可是這個趙奧康就會看到 趙奧康就會立刻做回應 所以我跟你講那個 這方面的焦點 又是回到趙奧康身上 這可能沒有辦法 就好比你跟韓國瑜站在一起 結果大家都在派韓國瑜 對啊 每光燈都往那 可是問題就是你是一個團隊 對啦 你都在選票上搭進去 對 你還是就是選侯友宜 那大家知道 韓國瑜跟趙奧康未來 一定會有角色扮演 一定會有權力的分享 那這樣子 這樣子不一定是不好的組合啦 就是這樣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海天家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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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